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如何通过华为手机免费使用微软的GPT4功能 因为手机的应用程序根本就搜不到这个软件 通过我们的电脑控制我们的手机 安装微软的Coppy软件使用GPT4 使用也很简单,直接打开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GPT4了 我们一定要在提问之前勾选这个按钮 如果不提前勾选它在同一个主题的使用过程中 是不能再次选择只能另外开启一个主题才可以 现在先来给大家测试一下它的一个回答问题的准确度 第一个问题就是网上比较通用的测试问题 我们就拿鲁迅和周树人是一个人吗 发送给它后稍微等一下 看一下它回答问题的一个准确度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 在3.5或者其他版本由于数据量还是还是不够 它的回答都是错误的 错误的答案都会把鲁迅和周树人回答成是两个人 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是同一个人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回答鲁迅和周树人是同一个人 所以在勾选GPT4按钮后 这个回答问题的能力 可以确定它就是一个具备GPT4的能力 为了验证它 我再给大家来测试一个经典的问题 我爸妈结婚为什么没有邀请我 这个也是一直以来检测是不是GPT4的问题 我们发送后稍微等待一下它的处理过程 给大家滑动一下大概看一下它的一个回答 也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在问它问题的时候 不勾选这个GPT4的一个选项的话 它的回答的结果是会差很多的 毕竟调用的模型不是同一个吗 接下来我就把GPT4按钮关掉 来对比一下输出的结果 我们就需要重新开一个对话框来演示 还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再次问一下 看它的回答结果 我这里就关掉GPT4按钮 现在我们来提问鲁迅和周树人是同一个人吗 然后等待一下它的回复 他说鲁迅和周树人不是同一个人 我们都知道它是同一个人 这回答肯定是错误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距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它的注意事项 在使用这个COPAR的软件时 微软的账号你要记得登录 我测试了登录后 输出结果会准确一点 软件的地区和国家要设置成其他国家 我这里是设置的美国 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的 显示语言和语音语言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设置 还有这里的权限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的位置信息权限 我们一定要记得关闭 就是禁止它获取我们的真实地理位置 因为位置识别不对是用不了的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问题 其他就没有什么设置上的问题了 接下来就给大家说一下它软件的一个安装方法 毕竟我的华为手机应用根本就搜不到 微软的这一个工具 我是通过电脑端连接用AB命令安装软件到手机 这个官网是它AB命令的所有使用用法 更多的使用命令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我这里只是介绍这次使用几条命令 而且我使用的手机投屏电脑的工具 里面也是使用了AB命令 接下来我会在命令提示窗中操作它 在操作之前你们要记得提前安装platform工具 我们输入ABdevice 这样可以查看一下手机和电脑是不是正常连接的 现在显示通过AB命令可以找到我们的手机 现在通过AB命令把我们的软件安装到手机上 直接输入ABinstall后面加上我们的软件 Copper的软件这是我提前下载好的 我是下载的一个最新的版本 版本这个你们自己随意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软件拖到命令提示窗就好 这时直接按下回车键 它就会自己安装到我们手机上 安装流程就在手机上面操作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机上面的显示效果 我这里是已经安装 所以界面就显示的是继续安装或者取消 你们第一次安装显示的就是正常软件安装的流程 我这里就不继续安装了 如果手机是有安装限制第三方权限 请记得关闭 因为我的手机就有 不关闭是安装不了的 软件安装成功后 陪大家说一下记得先退出AB的连接状态 再退出数据线连接 我们直接右下角弹出 SB是弹出不了的 毕竟SB还是在实用的状态 它的一个退出命令就是ABQSR 运行后ATB和手机连接的一个状态给它断开 我再任务管理器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运行结果 我这里搜索一下单独显示AB进程 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运行命令的结果 现在我们回到命令提示扶窗回车运行命令 然后注意到我们的任务管理器的进程 我们执行这串命令之后 AB和手机连接状态就正常断开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下角弹出手机连接 如果你是习惯直接拨出SB连接线 那就另当别论了 好了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